华重点 解读拜登政府今天提交到国会的移民改革法案 拜登政府和民主党议员今天 2021年2月18日星期四 正式提交了一份全面移民改革法案到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 这个法案名叫 有300多页 而且从提案到通过还有相当多的手续要做 最后通过的文本和当前的提案内容 也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介绍一下法案的重点内容 尤其是对于合法移民的部分 对于亲属移民 法案增加了绿卡名额 改变了一些分配比例 并且允许使用过去年份里面没有用权的剩余名额 因此可以缩短等待时间 法案还取消了因为曾经有非法居留历史 所以不能重新入境美国的限制 并且允许一些I-130已经批准了的申请受益人在排期 还没有到的时候提前进入美国 举例来说 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为成年子女办理绿卡要有几年时间的排期 受益人身在美国境外的话 现在要等到排期到了才能办移民签证抵达美国 如果新法案通过 受益人就可以提前抵达美国 实现家庭团聚 此外重要的一条是 Sec3101部分把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包括配偶死前生的未成年子女和未成年子女 包括拿到绿卡以后在海外旅行时生的子女 也列为 immediate relative 与美国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一样 不再需要配偶 不再有排期 对于职业移民法案 Section 3401 到 3410 提供了以下便利 Section 3401 提到 在美国大学获得 理工类 科学技术类 专业博士学位的申请人 可以不占绿卡名额 不需要排期 就像目前美国公民申请配偶那样 换句话说 具备这类条件的申请人 不管办理的是 EBR 包括 NIW EB3 还是其他类别的职业移民申请 可以不用排期 直接提交I-485 或者办理移民签证 如前面提到 这还需要等到国会正式通过法案 还要看实施细则 Section 3402 提到 如果申请人的优先日期 一般是I-140或者 PERM的提交日期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十年 那么 这类申请人也不占名额 这样可以防止职业移民申请人 等排期超过十年 目前对于印度申请人最有利 但是对中国申请人也提供了一个等待时间的上限 Section 3403 去除了职业移民的国别配额 类似此前提到的S386法案 Section 3404 增加了职业移民总数 并且调整了比例 具体来说 第一优先EB1类别 从占职业移民总数的28.6%改为23.55% 第二优先EB2类别 同样从28.6%变为23.55% 考虑到前面提到在美国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 就不占名额 这里EB1和EB2名额虽然略有减少 但是实际上申请人能够拿到的绿卡数量 应当会增加 第三优先EB3类别 从28.6%增加到41.2% 并且把非技术移民 比如在工厂和餐馆工作的工人 移民配额数量从1万增加到4万 第四优先EB4 宗教类等移民 从7.1%降为5.85% 第五优先EB5 投资移民 也从7.1%降为5.85% Section 3405 提到 如果美国境内有些地区的失业率很高 国土安全部可以暂停来自这些地区的 EB2和EB3申请 这应当是指暂停批准来自这些地区的基于 PERM的IER40申请 SEC 3406 在现有名额以外另行增加了每年1万的绿卡名额 用于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移民 需要走 Labor Certification PERM 途径 应当是指已经在美国境内当地工作 或者获得了当地工作机会的人 比如来投资的企业家 或者其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帮助的外来移民个人 这一条的实施细则 还有待颁布 提到 工作签证的颁发 抽签顺序可以考虑按照工资 高低来安排 提到 持F签证身份的大学学生 也可以像持 H1B 的工作者那样 有移民倾向 可以有 Dual Intent 这一条 应当有助于到美国读大学的留学生 获得签证 以及出入境往返 也有助于留学生在读书期间提交绿卡申请 不用担心此后的F签证身份问题 SEC 3409 H1B 工作签证持有人的配偶和子女提供了 H4 工作许可 另外避免了持H4签证的子女在21岁以后的超龄问题 SEC 3410 提到 持签证在美国的申请人 如果已经提交了移民申请 包括 PERM EB1 NIWI140等等 超过365天 就可以继续延长签证身份 此前的 AC 21 规定为 H1B 签证持有人提供了这类便利 新法案把这种便利扩大到在美国持F签证 学生签证 欧签证 杰出人才和 欧签证 跨国公司经理和工作人员身份的个人 另外 SEC 3510 还提到 入籍考试的英语要求 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 可以免除 年满65周岁 并且在美国居住了超过5年的 年满60周岁 在美国居住超过10年的 55周岁 家居住15年 50周岁 家居住20年 此外 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考试 对于年满60周岁 并且在美国居住超过10年的人 也可以按照 Case by Case 的情况 有可能免除 如前面提到 这个法案今天刚正式提交国会 接下来 还需要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 才能正式成为法律 得到实施 最终通过的版本 有可能会和当前提出的有一些区别 但是总之对于办理美国移民的申请人 不管是职业移民还是亲属移民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 YouTube频道和微信公众号内容 有疑问可以发 E-mail 联系 Info at nwmlaw.com Info at nwmlaw.com Info at nwmlaw.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